纽西兰基督城昨天发生一起恐怖枪击屠杀案 酿成了至少49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的悲剧 伤者甚至还包括了一名5岁的儿童 纽西兰总理阿德恩形容 这是纽西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并且已经将国家的安全威胁升至最高等级 紧急封锁了基督城所有的学校和医院 同时关闭了全国清真寺 而这起恐怖屠杀案的其中一名嫌犯 也在今天火速被带上法庭面控 纽西兰恐怖枪击案嫌犯塔兰特 今早现身在基督城地区法庭被控谋杀罪名 法庭也宣布身穿白色球服 双手戴着手铐的嫌犯将会被收押到下个月5号 直到他再次出庭为止 至于警方也在今天前往嫌犯住家搜查 并以安全理由疏散了过境的居民 纽西兰总理阿德恩更在记者会上 态度强硬地表示 这一次恐怖枪击案的嫌犯 一共合法拥有5支枪械 这也显示纽西兰是时候 开始要收紧枪支的管制了 另一方面 呢 纽西兰民众也在多个地点自发举办哀悼活动 不少民众都在基督城的植物园内献花哀悼 并在地上携上给受害者的际遇 而在发生枪击案的清真寺附近 民众不但为死者献上鲜花 也点上了白蜡烛之哀 有的民众更难言悲痛 直接在现场抱头痛哭 马来西亚和纽西兰虽然是相隔了将近9000公里 但是相信全马人民昨天看到这起大屠杀的新闻 心情是和纽西兰人民一样揪心痛心和震惊 并且同声谴责这种泯灭人心的恐怖袭击行为 那或许除了震惊和愤怒以外 大家脑海中想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枪手可以如此残忍 开枪屠杀无辜 做出这么样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同时大马今天一名读者投函 他在文中写道 枪手下毒手的理由很简单 那就是白人优越主义 或者白人至上主义 white supremacy 在作祟 因为害怕自己作为白人这个族群的地位被威胁 所以就诱发了他疯狂屠杀穆斯林的举动 其中一名28岁的枪手 他在干案之前 就在社交媒体上载的那份好几十页声明 就坦白承认 他就是反移民才杀人 他自己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而只要有白人活在世上的一天 他们就不允许那些所谓的入侵者去侵占属于他们白人的土地 使得因为害怕自己的优越或至上地位被威胁 所以这名枪手他用了最极端最残忍的手段 甚至不惜杀害无辜生命来捍卫 所谓他自己标榜的族群至上族群优越地位 回顾历史叫人心痛的是 这样的悲剧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上演 就像二战期间宣扬种族优越论的希特勒 对于将近六百万名的犹太人 展开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行动 历史上不少的民族宗教信徒为了那份自认 自身族群或宗教的优越感受到了威胁 而不惜对他族或者其他宗教的信徒 发动了死伤惨重的屠杀或者战争 而如今我们在纽西兰的大屠杀事件 又再次看见这样的事情 血淋淋的轮回上演 事件虽然是发生在纽西兰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我们必须引以为鉴 兴取当中的悲痛教训 时刻都要自我提醒 因为在马来西亚特定的种族与宗教 觉得自身的优越地位受到威胁的言论 我们也经常都有听到 甚至有一些特定群体和政党 他们总是在大力炒作与销售 类似的种族宗教优越地位受到威胁的言论 借以制造和煽动特定族群和信徒 他们的恐慌与不安全感 以捞取政治资本 而最叫人感到担忧的就是政治人物 他们炒作一些民众也随之起舞 以至特别在网络世界 我们经常都看见 种族宗教之间互相对立的极端言论 让大马多元社会就这样在网络留言栏里头 被那些仇恨和粗暴的文字语言 给深深撕裂了 如果这样的对立与仇恨舆论 没有及时制止的话 很可能我们的社会也一样将会踏上 一条玩火的不归路 所以从这一刻起 或许正如武加曼凡族主任阿玉汉 今天给各界的提醒 我们都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不要再去炒作 种族宗教课题 我们要一起把大马给带回正途 学习包容 学习接受各族之间的多元不同 每一次发言都要小心谨慎 不要再用极端锋利的语言文字 去刺商社会的和谐与多元共处了 无论你相信自己与生俱来 就拥有什么优越或者至上的特权 我们生活在这片国土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那就是要去维护和爱护 这个国家的多元和谐 纽西兰的这次屠杀事件 或许给了我们一记警钟 要大马各族人民静下心来思考 再调整脚步调整步伐 想想多元包容的那条路 我们应该怎么去走 中文字幕志愿文字幕志愿者